哈囉,大家好,我是Squid魷魚 身為影片製作人您是否覺得剪輯影片當中 最花時間、最枯燥、最乏味的部分便是上字幕呢? 身為學生或是需要經常製作報告的您 是否對於打竹子稿感到恐懼呢? 以我經驗為例,在之前一部10分鐘的影片 光是上字幕就得花上兩個多小時 這真的是會有這種超想把鍵盤砸的感覺 因此常常會想 要是有工具能夠幫我上字幕或打竹子稿 我的人生就沒有任何遺憾了 沒有啦,開玩笑的 所以由於今天要來教大家一個超高效率 而且免費的上字幕或竹子稿工具 在我使用這個工具之後 上字幕的時間竟然大幅減半啊 什麼?怎麼會這麼好康? 就讓我們來瞧瞧到底是什麼工具這麼厲害 基本上只要是現代人一定都會有一個Google帳號 等等 你不是要教我們怎麼上字幕嗎? 跟Google有什麼關係啊? 嘖嘖嘖 這裡就錯了 這關係可大了呢 先別急 跟著魷魚一步步做吧 首先我們進到Google的首頁 記得先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接著點擊右上方的Google應用程式 在更多裡面找到Google文件 給它點下去 沒錯 我們要用的工具就是Google文件啦 進到Google文件之後 我們新增一份新的文件 接著在上方工具列點選工具 再來是語音輸入 接著就會看到一個麥克風圖示 這有點類似手機的語音輸入功能 因此你必須先確定你的電腦 是筆電有內建麥克風 或是電腦外建一個麥克風 我們在這邊先確認麥克風圖示上的 語言設定是中文台灣 如果觀眾朋友在其他地區 記得要更改成你所講的語言喔 最後我們只要按下麥克風圖示 Google文件就會將我們所講的文字 記錄下來囉 再點擊一下麥克風 就會停止偵測囉 那要怎麼應用在上字幕 或打竹字稿呢 在竹字稿部分 只要將錄音檔打開來 照著音檔的內容念 最後再進行校對 並加上標點符號 就可以完成囉 而在影片字幕的部分 我習慣將影片轉成音檔傳到手機 用手機聽音檔內容 用電腦語音輸入 再把文字貼到影片剪輯程式 或字幕編輯程式 欸等等 你剛剛說了字幕編輯程式 是什麼玩意了 難道連上字幕也有專門的程式嗎 嘿嘿 記得在影片下方 留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由於便會在下一部影片 向大家介紹 這好用的字幕編輯程式啦 訂閱我 並且按下小鈴鐺 可以即時收到我的影片資訊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再會 掰掰